欢迎收看会视焦点 联储局一连两日的议息就开始了 现在等公布结果之前 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再次升温 事关一里有价继续在这些10个月的高位附近徘徊 二来加拿大通胀也去到4个月的高位 迫使加拿大央行可能要恢复加息 美国10年期债息曾经创去到近16年的高位 另一方面要看中国 这么少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维持不变 先看看加拿大方面 受着稀有价格推升 加拿大上个月的通胀按年加快升幅去到升4% 4个月以来最高也高过市场预期 加强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的理据 行长麦克勒姆早前就已经预告 油价上升将会在短期内加剧整个通胀 数据都令到加元就升到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美元对加元曾经跌到1.338水平 最新来到亚洲市就整股一点 最新美元对加元在1.3459这些位置 找了嘉宾一起谈 有Tristan在这里 Hello Tristan 早上 看着加拿大这个通胀数字 似乎是否真的要逼着他们 要恢复加息呢 尤其是加元都对油价敏感的 油价最近这么强 对于加元来说上升空间 这样综合来看 是不是都还有多大呢 我想如果你说看是否真的会恢复加息呢 我想现在就言之上早 因为如果你看回加拿大央行 下次议息是讲10月份 10月份之前还会有另外一份的一个 是消费借物价指数的一个报告来的 所以昨天这个CPI虽然是较市场是高 无论是整体或者是核心都好 但如果你说真的昨天这份CPI 就会令到它重新去回加息的轨道上 我觉得是言之上早 现在看来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不是真的太大 最主要如果你看回加拿大的一个 一个捐制增长 其实未来都会承担压力 以及最近看到务工市场 这方面都有些是转弱的一个迹象 不排除未来失业的一个情况 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所以如果你看回整体的一个 这个经济表现和真的物价的一个变化来看 就未必是会支持加拿大央行 是进一步延长它的加息周期 虽然说昨天见到加拿大的通胀数据 出了之后 接着来到期货反应 未来加息的一个机会上升了 但我们觉得 就应该还是低过一半的一个机率 如果说到油价方面 油价最近是比较凌厉的一个声势 肯定是对加元算是正面的一个作用 因为是主要的商品货币里面 其实加拿大元和油价的相关性是比较大 但其实现在见到纽约旗油 虽然说之前升穿了90以上的一个水平 但其实最近都还是90左右附近徘徊 如果油价再进一步不断的攀升 就可能是对加拿大元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但如果油价在高位徘徊 我们相信对加拿大元这方面的汇率 是正面的一个推动 就未必是真的会很太持续 如果再看下个月 加拿大央行都未必真的可以加息 我们觉得加元是对美元 现在说近1.34左右的水平 都是比较大的阻力 OK 总之就不要对于 就是说未来加指的因素太乐观 一来就怕着经济问题 未必是否真的可以再去重拾加息呢 第二就是看着油价 是否真的会再升温 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不过现在说的油价 都保持高位徘徊 担心会再推升的通胀 可能都不止加拿大 事关彭博就推算了 如果油价真的进一步升穿每桶100美金的话 将会推高未来一年的消费物价 预计对于美国来说 影响会是最大的了 预计会推升美国CPI 是去到0.9个百分点左右 欧元区英国两个地区的影响 就相对没有那么大 预计就推升CPI 大约是0.4个百分点 不过彭博相信油价冲击 未必去大到会影响到利率前景 以联储局为例 除非就说通胀预期改变 才会影响到联储局未来的息口前景 Tristan 刚刚都问了油价 你刚刚都和我们说了 现在的纽有说继续都还是 就是90美金这些左右水平 未好像之前真的说清到那么高 对于未来的通胀影响 其实还有几长时间去反映呢 对于今次联储局 明早凌晨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这些阴霾之下 是不是都很难免要放映呢 我想如果你说真的油价 对美国通胀影响 如果你说整体的消费物价指数 肯定有的 但我相信联储局他们会更加关注 真的核心的一个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 即是扣除了能源 和食品这些相对波动的一些 项目之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通胀表现 只要你核心通胀这方面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秋升 和都是保持是继续反复下滑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觉得联储局就应该不会 真的对原油价格的一个波动 是太过担心的一个情况在那里 如果你看回联储局今晚的一个适合 我们觉得应该是非常大机会维持不变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有机会 是你一次加息周期 其实已经是结束了 因为如果你看回美国最近的一些PMI指数 其实制造业都是持续收缩的一个状态 市场对于软着陆的一个乐观情绪 好像有所升温 但其实我们觉得应该说衰退这个风险 始终还是不容忽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要原油价格的波动 不会造成核心通胀一个很明显的升温的话 我们相信联储局这一次加息周期 是已经非常接近甚至是已经到达了一个终点 总之你又估计就是说 今次未来可能就真的已经是确立 就是这个加息周期已经完结了 不过还在等着这些结果之前 债息率先抽升了 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都去到4.36里这水平升穿过 五年期债息也都曾经升到4.52里 雙雙都是去到至2007年以来最高 至于美汇指数暂时变动都不算太大 继续在105.1这水平徘徊 Tristan 既然你刚刚所说 就是说加息周期可能已经完结的时候 今次的美债息和美元这一阵的强势 会不会已经去到尾声呢 我觉得其实两者之间有关系 但未必是完全吻合 因为虽然我们说联储局加息周期 是已经到了尾声 但其实债市方面的表现 就和政策利率 即联邦基金利率这方面有一些分歧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最近的确是国债的发行量非常之大 因为其实一个财值赤字 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相信美国财政部未来的发债需求都会很大 其实这方面就会推升了美国的一个债息 因为最近都说到 其实美国整体国债都已经是升穿了33万亿美元 这个这么惊人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回 其实美国未来真的可以见的将来 我们觉得有机会的联邦赤截 每一年都维持在高于GDP5%左右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虽然联储局就算已经加原息都好 但是因为始终财政部这方面的发债需求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相信美国的一个国债知识 未来都会有机会是高企一段时间 其实这方面都会加强了美元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说债息的一个优势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对美元都还会是一个正面作用 所以105左右这些相对高的一个美汇指数的一个水平 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维持到的 OK 相反就是虽然息口方面可能未来差不多见顶 不过就始终在一个大举发债之下 对于债息和美金都还有支持 看起来其他要留意我们内地今早早 公布了9月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都是维持不变的 一年期的LPR继续维持在3.45里水平 五年期以上的防贷指标利率继续维持在4.2里这些位置 除了LPR之外 都要留意内地今早早就就这个经济和政策的吹风会 法改委副主席重量就说 目前经济运行还是有不少的困难挑战 不过随着现有和一些新政策叠加去法力 累积了一些政策效应 有理由相信经济将会回升向好 他又说目前境内外 看淡中国和唱衰中国的习音不少 但就说这种论调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实现 至于看人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周澜就说 人民币对于美元是非常重要 不过就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全部 现在的目标就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行水平上去基本稳定 又强调会处置一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Tristan和我们解读一下他们刚刚这些政策的口吻 对于这样的口吻之下又说经济已经是有个现有 和一些旧有政策法力之下会回升 如果这样算了 未来再去减这些MLF LPR利率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如果你看8月份中国内地的经济数据 的确无论是工业生产或者零售销售 这方面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说经济增长动力 我们觉得应该是谷底反弹的这方面的趋势 都是相对正面 但未来如果真的看回楼市这方面 始终都是一个重点 如果这个货币政策是真的进一步放宽的空间 我们都觉得还是存在 所以我觉得第四季来说 我们的一个基本预测 其实LPR这方面有机会下调是10个基点 即是0.1%的一个水平 因为始终最近是看到 虽然说之前一些房地产 措施出台了比较有力的一些政策 但最近销售的一些数据 都仍是比较波动或者反复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第四季货币政策 仍是会有一个放宽的一个空间 我们觉得LPR会下降10个基点 和同一时间如果说存款准备金 不排除未来年底之前 还会有25个基点的一个降幅 即是未来还有减息降准的空间 补充人民币 离岸界早段变动不算太大 继续在7.3%水平增持 谢谢Tristan分析 这段时间先到这里 多谢收看 今早的移动股当然要和大家跟进一下未来 今天股价急跌 公司日前公布计划发行合共10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债 今天股价显着向下先看分钟图 今早低开1.3% 列口低开 低位见过67.75% 挨近3个月的低位 最新仍然没有起息 跌1.2%做68.45% 成交方面也大幅增加 11点左右 成交量已经在过去20天平均 挨近6倍 这只股份怎么分析呢 要请教嘉宾 这节有幕后男人Casper 你好Casper 高线你好 你好 其实公司日前已发布了 要计划发可转换优先债 昨日在港股已跌4% 在美股又再急跌1.7% 今天来到港股继续未止跌 今早公司也公布了 票面息率 换股价定价等等 跟之前传出差不多 6年期的发5亿多 7年期发5亿多 利率的话 6年期的3厘8厘 7年期的大约4厘6厘 不如先跟我们说一下 今次这个可转换债券的 负面位在哪 因什么市场的反应 那么负面 如果你说本身 有些可能是发CB 等等的话 其实未必是对这间公司 有一个负面影响的 因为通常你说发CB 我们会有一个行使价 其实我们怎么看这些可转换债呢 就是一张债 它本身有个票面的息率 票面息率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可转换 其他人的期权的价值 就是可能大家会计算 就是这一张可转换债的 一种的估值 所以就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收息的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换成股票的部分 如果我们有时看到 比如说现在为来68.5元 那才算 然后可能我出一张CB 它那个CB就是120元 execute 如果这样看的话 大家就会想 为什么无端端有个投资者 会肯买这一批120元execute的CB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肯发出来 就会想 它既然肯做这个动作 是不是代表着两边有些合作 将来是有机会做到一些增长 令到股价可能破到120元的 那才会做到这个CB 所以一发出来 大家会想 就是空月来风未必无因的 觉得它设定高一点的价钱 就是可以到这个价钱 所以有时是会刺激股价升的 但是反过来 今次我们看回这一单 就是 其实蔚来 输钱输了多少年呢 我现在眨眼看下去了 一百年一直输 输到可能是二三二四年 大家在市场上那个预期 都仍然是觉得它会输钱 是没有那么快做到一个 规模效应出来是赚钱的 然后呢 现在还要在市场上 不停地有些劈价潮 那些汽车不同的品牌 在做竞争 在欠市场份额的时候 看到那些毛利率又低 然后呢 你又在扔价 逼着减价的时候 咦 你现在真是发债借钱 那会不会就是 有一间公司缺水了 这样的想法呢 所以大家好像听完这件事 就好像不是特别喜欢了 OK 都是 如果看他们两批的CB 换股价呢 其实都较前日美股 是日价成三成那么多 不过 就是像你所说 考虑基本因素呢 反应都挺负面 说到缺水的话 是不是真的这么缺水呢 因为大家还记得 7月的时候呢 阿布扎比做了一些股权投资的 都有成7亿多美金的 看回他们的财务指标呢 去到6月底的时候呢 他们流动资产有66亿美金 当中包括是18亿多的一些现金 和等价物 那负债多少呢 流动负债66.3亿美金 略略多过流动资产 那当中有26亿美金 大约是一些应付的账项 和票据等等 等回来流动比率多少呢 不够一倍 流动比率什么意思呢 就是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的比例 大家经常用这些指标去量度 他们短期 你还债的能力有多高呢 就是看这个了 那现在一倍都不够 如果你扣起那些存货的话 分分钟那么低 刚刚才拿到中东钱 这么快又要发债 是不是真的像你说债 考虑基本因素 本身你的成本 研发成本那些 真是一个营运资金压力 可能真的大过市场本身预期 是啊 你的Cover ratio 如果你再低过一倍 其实都挺麻烦的 因为那些所谓的流动资产 其实全部都未必完全是钱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18亿是钱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里面有些是 立货我们的流动资产 就是他弄了一辆车出来 那车没卖到的 其实都叫流动 又或者我们的应收账款 理论上 其实是一个月要买单的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客人 或者他在拖账 又或者可能 好像有关内房 那些东西 本身他们都有资金链问题 他又未找到账给你 但是他又未可能 那么快进入到账 等等的这一方面 其实那些 现在都可能 是一个所谓的应收账款 所以这样的时候 如果他的Cover ratio 低于一 其实是很麻烦的 就是变相 就是说 一年内 其实那些现金 都是非常满满的 我可能又要问银行 拿线 又可能要找一些 长期债务去顶住 我现在手上的 那个Cash 随时可能 可能是你的债杀到来的时候 我就要 债务去顶住 所以其实你说公司 是不是缺钱 你在现金的水平上面 真的有些缺 所以也都不会说 太出奇去做这件事 包括之前 可能拿新的股权 又或者是去 今次去发CB 这些动作 好的 首先第一就是 怕缺水 以及综合一些分析 讲到 除了缺水之外 也都怕 说其实因为可转换债 你之后可能换股 出来可能有个坍薄效应 以及都是怕 毛利率有个下跌的压力 整体前景 蔚来会不会 因为这样 大家真的叮一声 发现压力真的大 有个这样的 转叉得很交关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 大家都在赌 因为整个 汽车的市场 其实竞争对手太多了 为什么我要选择蔚来呢 大家都未必真的会想到 当然为了 这些市场很漂亮 但是我们去选择的时候 未来是否真的 可能是三年后 五年后 能够成为 绝对龙头跑出的那一间 又或者 起码 我的毛利率上回正常水平 不要只剩10%那么低 甚至可能只有单位数字 现在暂时看到的趋势 是不太明朗的 但是 你说整个电动车市场里面 选择的 我想有其他很多公司 其实做那个电动车的市场 或者那个销量 其实都是比蔚来好 所以 现在我们要去看的话 就是蔚来 有没有机会 可以追得上 那个市场的份额 又或者是 那个销量上面 突然间有个 比较好的增长 可以救回数 如果你说借了钱 你的数据够得回 那当然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复数 但是如果你借了钱 那数仍然是弱势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估计 可能会更大影响 OK 那看来是要等的 真的要看 你拿钱回来之后 是不是真的做到事情 这样要等 会不会真的先姑为敬 有货没货 现在是怎么做 有货的话 那现在其实都没得选择了 因为 贴到之前的低位 57.6的位附近 我现在肯定叫你指折 我又觉得很蠻蠻的 所以我都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货的话 我相信 都是偏观望为主 因为那个势头真的很弱 那我要买 我都买给亚迪 买理想 我为什么要选一间 刚刚又好像缺水要借钱 毛利率又是行业最低 然后那个销量 又不停的 都是好像 没什么大大喜悉的 一间公司 所以如果 电动车行业里面 为什么一直都强调 就算近期好像弱小 车少也好 要选都选给亚迪 其实意思是这里 OK 明白了 那未来呢 仍然要1乘2 10元跌 68.4的位置 谢谢CASPER的分析 以动追击到这里 各位一致财经消息 本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 第一次跌至第二位 特区政府强调会自力提高市场的效率和配套 发挥自由市场的优势 加拿大智库废沙研究所发布 世界经济自由度2023年报告 有关排名是反映2021年的情况 香港排名跌至第二位 是报告自70年代发表以来第一次失落榜首 榜首就被新加坡所取代 报告五个评估项目当中 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的分项继续位列第一 监管分项排第三 政府规模和稳健货币的排名 较去年比较也有改善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 一直致力提高市场效率和配套 对企业的规管适度 以发挥自由市场的优势 维持高效和自由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 并且强调今届政府上任以来 积极推出抢人财和抢企业的政策措施 致力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法改委说内地经济正逐步恢复 已为持续复苏奠定基础 财经消息到此 港股继续在乘幅里面偏远 最新在日中低位附近 低开57点 开市位在17,939点 跌幅一度收窄到1点左右 高位见过17,995 非常靠近18,000 不过又再扩大跌幅 最新跌过百点 报17,892点 成交超过337亿多 看看北水最新的情况 我们港股连入满局 北水都正买的 不过规模不算很多 大约是11亿 看看内地股市 内地股市今天低开之后 都是维持向下 上证跌幅百分之零点三 特别留意个创业板指数 近日来说 其实率先以它是破底 今天也是 再建超过三年来 最低落到二千点以下 跌幅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这次嘉宾有白人Peter 和你跟进行的事 你好Peter Paul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继续在万八楼下 偏远窄幅敢走 不知道日内是不是 还是要维持一个比较疲軟的走势 那意识之后又怎样走呢 的确这两天FOMC会议 我觉得虽然市场有 比较大的主流意见 或者叫共识 但是挖多挖笑 给了一个所谓借口 很多投资者都说 都是看定些 或者等多一两天先 其实我就猜 就未必真的有什么意外 或者什么惊喜 就是你说开完会 只不过稍微就比了一个 就是小小的 譬如指引 最好 譬如对于11月的一个 就是会不会再加息 或者一个展望 或者今次的那个加息周期 是否真的 或者所谓到此为止 等等 如果有比较清晰 就更加好 但是如果没有 可能也都稍微 就是比之前 起码明朗化一点点 我心目中 其实你说万八点 我觉得起码或者基本 要修复 至于你说再向上发展 看看情况 OK 即是以完识之后 希望修复到万八 如果修复不到的话 会怎样呢 你觉得会都是偏远 那就要试支持位 是吧 之前呢 就是17,500都见过了 其实离开现在的距离 也都不是说太远的 理论上 只不过你说 是否有什么新的风险 或者有什么新的因素 令到 譬如大市要低市 甚至比那个更加低 我自己说 讲真是看不出的 我觉得比那个 其实不应该说差 差得个个个 只不过最多 接近应该都有一些 技术性反大 OK 即是去到万八 算是 如果议员那些 没有什么大的意外 去到万八的话 又守到低位的话 其实算是直播 听你说其实不差 你觉得这个前景 是的 理论上我觉得 始终临近 从另外一个 除了FOMC会议之外 临近中秋和国庆长假期 可能你说政策面 在长假期前 未必说差个几日 有什么新的所谓动向 或者公布 但是我认为 譬如放完黄金周之后 其实十月份 陆续可能在政策面 内地那方面 也都是有些所谓的 后续的 这边应该对那个大事 应该产生少少的作用 现在只不过 在那个之前 没有一些新的动静 OK 好 即是去到十月 又再憧憬政策 去到万八的话 算是直播 直播的话 又找些因素跟你谈一下 见到今早早 内地因素 要关注那些政府部门 联合开的记者会 包括人行 发改委那些 讲下人民币 讲下经济 包括人民银行 讲到说 近期人民币 对美元每家 这个离岸价 不是见过十个月低的 人民银行说 其实我们更加关注 人民币对一蓝指货币匯价 不只是看对美元的匯价 还有他讲到这些坚决防范的匯率超调的风险 即是过分调整的风险 又讲说 这些货币政策方面 都还有充足的空间 不知道是否流过尾巴 之后是否还有降准的 降准减息的可能 另外发改委讲到说 内地不存在通缩 之后也都不会出现通缩 另外亦都讲到说 经济指标八月份有些改善 奠定了经济回升的基础 Peter 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定心软 怎样预期呢 是否真的有充足空间 推出一些货币政策 去撑一撑 无论情绪也好 经济也好 是否可以这么预期呢 我想今次的所谓吹风会 其实跟之前的所谓组合权的方式 有些一脈相承 尽管他没有说有什么新的手段 或者政策 但言下之意 其实对于人民币等等汇率 人民和银行也颇有信心 或者它是有所谓操控的一种能力 换句话说 你说一美是畅谭 或者是一些所谓阴谋论等等 其实他们是内地那方面 有关当局是有能力去制止的 至于其他方面 其实也都相信 好像我刚才所说 可能未来几个星期 或者10月黄金周之后 可能也有些后续的部署 只不过你说货币政策 有些很大的动作 譬如甚至有些人冲击或减息 这个未必在短期内可以发生 因为这个始终比较复杂 要看外围 包括联储局的一些动作等等 但至少在其他的方面 相信是会有些后着的部署 都是期待10月有些支持经济的措施 不过开完联合记者会之后 港股不算太起色 继续跌到入中低位 跌幅过百点 这一节想跟大家跟进一下内需股 整版内需都比较弱 餐饮股 啤酒股 体育用品股 整版都向下 云碑海底撈两只齐齐健 至少一个月低位 李宁九毛狗下部下部 继续创52周低 不过这样 Peter 你觉得其中有一个板块 能聊得过 是吗 没错 我们刚刚分析师也发表了 关于乳製品那边的一个研究报告 觉得的确在由中期业绩 和近几个月的一些行业数据 行业是一样的 尤其其中一个大前提 就是出生率比较低 有些人说奶类製品 影响可能比较大 不过我们觉得其实调整 现在就算未完 亦都接近是尾声的 包括比如龙头股的 那个特别是木牛 其中一间是我们长线 仍然是较为看好的 因为觉得其实 分析师都引用最近一个消费 内地消费的例子 就是那个譬如橡香拿铁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茅台酒的一个 和其他品牌的合作 其实这里当然你和乳製品 听起来好像未必有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觉得就某程度上 亦都是一种的所谓藏意 就是说你可能传统的 你说小朋友的数量减少 对你的需求有些影响 但是亦都可能就因为这样 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想法 一些新的一些意念都未顶 这方面未来妥以不妨留意一下 好的 也是 橡香拿铁 近期其实都很多这些 有些创意的新产品 例如有些茅台 又放在其他食物和饮品 近期在内地都是一个业劃 长线看好与业股 你们当中选一只蒙牛 如果看回近年来的股价 的确确低残 蒙牛今年来累计跌了2.7% RSI都差不多30多 不知道现在是一个值得出手的时候 价位上的降点部署 的确它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整体的股价它是走得比较弱的 近来亦都似乎买向之前的 譬如较早前的低位去到24个多 我们觉得如果你说相抵的话 假设它回到25元或者跌穿25元 其实反而是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 其实主要负面因素已经反映了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所谓在底部整固一下 或者是消化一下 25元就相对比较直博了 而现在是25.85元 目标怎么设定呢 你刚才说到长线 是今年内 还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的股份 我们如果报告的长线 就说是12个月了 如果这样就去到明年的下半年 但如果我譬如短一点 可能都要大约4至6个月 换句话说 都要明年的第一季的一个期限 暂时看 就保守点在30元 OK 买入价25元 目标价就初步摆在30元 看好行业创新 各样东西的发展 好 今天股价就整班气氛都不走 继续相对比较弱些 Peter和你跟到这里先 休息一下 要回答观众问题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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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今晚点 我们下期再见 再往再旁准的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时间,港股跌多了,这一刻在一中低位附近备回 和大家看看会对港股最盛的情况 会对港股排头位的腾讯跌幅大到1% 广播在309元2号 第二位的盈富基金跌1号2,报18.51 小鹏汽车方面,埋近半成左右跌幅 在68.55 港交所方面排名到第四位 埋近2%跌幅,报285.4 阿里巴巴都是反复偏远的格局 跌5千,报84.75 6至10位的表现,有就是美团排第六位 沽压到2%以外,报119.1 兼职银行就可以逆市靠稳 股份建着超过一个月以来的高位 升两仙,报4.45 快手方面,埋近4% 跌幅,现价报61.1 南方行申科技跟着科子走 都要跌超过1% 报3.48 至于行申中国企业,跌5.4 其他主要蓝筹股的情况 看下汇红线,暂时没有升跌 跌60.7 有帮偏远跌4,报64.8.5 中移动同样是偏远的格局 跌1.5,报67.9 至于煤气方面,都是反复偏远 跌1千,报5.57 看下人民币桂台活逆港股的表现 排头位的中移动偏远 第二位有中银香港 第三位有港交所 中银香港连港交所都跌超过1% 平保偏远,阿里巴巴牌 第五位跌1.5 6至10位人民币桂台活逆港股的表现 都要和大家看看 有一只京东眼跌7号 腾讯都是要偏远的格局 乱想跌1千 相通方面半城过海跌幅 至于中海游就靠韩星6C 嘉宾方面,我们这一战 继续有Peter在帮家庭观众 解答他们的股票以南 你好Peter 你好Catrina Peter,我们不如帮家庭观众 解答他们的信息以南 第一位家庭观众有黄先生 想问航运相关股份 东方海外国际316 问你现价买不买得过 上网的目标价又去到哪里呢 东方海外其中一间比较大的集装商 那方面的公司 近来的走势之前高位回落不少 但见到技术走势明显有改善 在低位大概120多130元 上到100多元 现在反弹了 理论上我觉得始终大环境 其实是OK的 有些某些行业的指数 最近都转强一些 还有我想现在其中一个基调 对于全年经济展望 全球来说 其实比之前上调了 特别是欧美或者美国经济 这些可能对于东方海外 这类的国际行业股 都是较为有利的 我觉得现在现在现价 比如107都可以考虑 如果你说短期上网 如果不是太贪心的话 大概比如115、116 当然如果你说我想再长一些 如果等130元那些 可能时间要长一些 看看自己的次方能 是怎样的 Peter你也说得对 最近行业的指数 比如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原来已经连升了10天 指数都去到1500点的水平 差不多4个月的高位 原因主要是因为 散装航运 随着铁矿砂等等的原材料 需求急升 另外快到冬季 因为某运会需求都增加了 以及巴拿马运河那边 就塞了船在那里 都令到一些散装 船运价值持续上升 都带动到一些行业指数的表现 帮这位家庭观众问多一点 既然他刚才没有持续航运股 想留意这个板块 刚才提到的316 算不算是你的首选股 还是你有其他心水 其中如果你说316 就是老牌子 即是一间都其中比较大的 另外如果你说 譬如国企的方面 就可能是1919那些 因为中院集团也是 即是论船队规模各方面 亦都是较大的 一个全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布局 至于刚才都提及了 有些季節性因素 另外有些是突发性 一次性的巴拿马云河 就是迟一段时间 它那里比较寒 变了影响它的水位 令到它本身的运力受到影响 当然那个希望 之后可以因为天气正常 一些可以舒缓 一致季節性的因素 和个别的事件 都带动到行业的指数情况 刚才有提到的中远海洪 留意股价都见了超过一个月 以来的高位 最新都升到六仙 佈在$8.31 刚才有提到的 东方海外国际 都有2%过外的升幅 早段曾经都升超过3% 一度都收复一百天线的位置 最新回来的升幅 下回一百天线 楼下 现价$107.70 太平洋航运百面商第一只 没有升跌 佈2.42 至于海峰国际 升到2%过外 佈在$13.92 中远海运港口 跌幅超过百分之二 佈在$4.88 好了 我们谈完行运类股份 帮助另一位家庭观众 陈先生想问科网股 百度集团 想问长线的前景是怎样呢 应该是想长渣 是呀 9888就百度 百度其实我都看过 我们较早前的研究部 其实对这间 起码在科网股当中 都是其中一间 就是比较喜欢的 比较正面的 主要都是看中它 就是包括 比如在AI方面的一些发展 其实几个月之前 它都曾经在这方面有发布会 但是当时市场的反应 就一半半 有些就说雷星大雨点少 或者比起来 当时更加红的CHAPGPT 还有些距离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我们觉得 它百度 起码在内地的公司这方面 它是走得比较先 也都相信在做很多的优化 在未来几个月 在AI方面 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公布 对它的股价应该 也是较为有利的 近来它在高位 也都可能和大市 也有些关系 看到它调整了都不少 其实可以考虑 在附近再部署一下 现价都可以去到考虑 是吗 是的 因为你看到它 今天还是持续回落 相信都未必会见到 更加低 比现在显著低的位置 是的 今天见到百度集团 2%过外跌幅 暂时跌幅 暂时跌幅128元 看看显止最新的表现 压近日中低位附近 跌幅134点 跌幅17,862点 成交超过366亿 这次也谢谢Peter和大家的分析 休息一会 来到早四战步 今天早上有黄荣坤 James和大家 总结广告半日的市况 James 你好 早上 早上 和大家先报一报市 今早走势都是一般的 先是跌开之后 很快的跌幅要逐步扩大 看到半日最终收跌的位置 都是矮近日中的低位 低位多少呢 17,854点 而半日收跌的位置 就是17,862点 即10点都没有 最终半日跌134点 分析指数公用指数式 其余全线下跌 总成交方面相当淡静 只剩366亿多 似乎观望程度比较浓 大家在等待美国联储局 议息的结果 到底是否会映如市场预期 维持利率不变 到底利率水平是否会持续 其余的高位 都是大家在等待的因素 所以交途淡静一点 看完期指表现 即月跌128点 17,875点 10月份的129点 总成交43,000多张 至于活跃港股 还不收市表现 腾讯跌3.6 盈富基金跌1.3 美团跌2.9 小鹏连一众车股都急跌 小鹏半日跌半成 未来才跌得最夸张 如果收市半日跌1.2 事关于集资的动作 市场关注 会否这些车企都可能出现了 现金水紧情况 大家关注这个因素 有些少忧虑 整个板块也比较急 港交所跌1.7% 至于6至10位 和大家跟进 亚里半日跌2.5 建行升1个 快手跌2.6 跌幅4% 跟科智酒ETF 南方恒生科技跌1.6% 恒生中国企业跟国智酒ETF 也跌0.8% 至于其他主要蓝筹股 看完汇控有邦便可以 汇控无起跌 报在60.7 有邦未跌 中移动港交所都要向下 煤气无起跌 立即问一下James半日市况 今天焦点都不少 除了港股不少 A股主要是指数跌 创业板再次跌穿2000点的大关 人民币方面 始终美债息强了 美汇又继续高位整固 利岸价又落到7.3水平 虽然今天10点开了吹风会 但银行说要防范着汇率 有个超条风险 但可能大家本身也有个预期 就是可能会适时出手 人民币也没有太大转变 刚刚查过还是7.3水平 LPR方面也没有太大变动 一如市场预期 维持不变 今天好像国联员的消息 都没有利好讯号 都是等到议息结果 但也不只是中港股市 你看美股那边 其实都算是比较平稳的一天 当然它中间走了一个大V V回上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低个开市一点 就是说美股那边 我想大家都在等 今次的CP 今次的议息会议之后 会有一个公布的点阵图 可能就更重要 因为上次7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的 今次的点阵图出来之后 就是看看 之前市场和联储局 争了很久的 这个最终的一个利率 那个终目的目标 究竟在哪里 和一个中性利率 究竟在哪里 这个应该是会对市 或者对债市 有一个即时的影响 因为你看到 其实美债昨天 就全部都扯上来的了 一共昨晚扯了两次 就令到10年债息 已经是2007年以来最高 如果你比较10年债息 和标普500的收益率 股息率的话 你会发现中间的拉的差距 亦都是2007年10月份以来最高 我想所以加上 就会令到市场的风险取向 暂时就会比较受益压住些 加上我们如果去看风险指标 就是这个VIX 这个恐慌情绪指数 或者是波动性指数 你就会发现 未来它的8月 9月 10月这三个月 如果照历史平均去计算的话 它至少去到18、19 我们都见到VIX Future的Term Structure 是有些向上揚的趋势 所以风险指标 就指向有可能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向下调的风险 另外利好那方面的那些传统 我们暂时有欠缺 再加上有一个很大的event 就是议息会议出来之后的点阵图 究竟会是如何 利息的结果 我们就觉得9月份这一次一定是不加的了 但是点阵图 我想对债市的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这些投资者 中港也好美股也好 都是在观望着 那中国这边 我们就觉得 现在就比较难受的 就是美国那边可能是higher for longer 它维持这个高的息率 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你看到欧洲那边又不加了 日本那边又不动手了 所以现在撑着美元 撑着和美元对抗减的 其实就只有人民币一只 人民币面临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都显示出来 现在CMH这个利岸人民币价 其实始终都脱离不到7.23至7.3这个范围 同时间你看回人仔 对其他货币的一纜字的回率 CFETS 其实在7月中就已经见底了 所以有这个大的环境影响 我就不觉得港股 之前都说了一段时间 就不觉得港股会脱离了18000点多去冰度 你说做淡好像又不是那么划算 因为我们都偏向于 现在的印花税是稍高的 就是这些外资基金 如果想去大力去做淡港股 变相它的成本又高了 在没有增量资金去开短仓 开长仓的情况下 港股现在尤其恒生指数 做一个代表就应该比较胶着 所以就等下消息先 刚才James提到点阵图 这点其实我们都很关注 到时看实 因为它是反映联储局官员 怎么看未来的息口走势 最重要得出什么结论 到底利率是否会继续在高位持续 还有持续到何时何时开始有机会减息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因素 亦是市场等待的因素 这些大家可能比较耳鸣一些的概念 不如说一些焦点板块 市场上也有个别板块 都可以跑出到的 立刻看看本人当炒板块 航运股除了1199表现一般 其他起码整个板块都可以做好 包括东方海外国际 半日升2.4% 是升幅第二大的蓝筹股 海峰国际也升到2.4% 太平洋航运、中原海虹也向好 利好因素列了三个 和大家略为数一数 等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BDI 即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超过4个月的高位 破了1400点这个水平 其实连带原油的运价指数也有得升 有什么因素令到运价升 其中一点是原材料相关 包括有铁礦砂等等的原材料 近期的运输需求上升 需求上升的时候运费自然贵 还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 就是巴拿马运河方面 有一个叫做失港危机 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那里说水位低了 使得有些船走不了 船堵塞了在运河里 影响到供应链 当供应链影响的时候 运费也因而会抽升了 问一下James 这几个因素其实看上去都挺实际 看着航运股也借着消息炒信 这有by不by 分开提 你BDI还BDI 另外一个如果你是看 集张商航运的价格 我们就去看CCFI 即是上海的集张商航运指数 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跟去年沽位 相差不到九成的一个水位 即是现在跌回正一成左右 你去看美东美西和欧洲的航线 加价的那个幅度 又不是好像BDI升得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去看BDI 今年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3、4月、6、7月 现在到9月尾 其实经历过几波的波折 其实它升得厉害的时候 都一日之中可以升回20%上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飘忽的指数 但是如果你是说BDI 跟哪一只港股的相关性最大 那绝对就是23、4、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8月30日打后 这三个月 即是如果是计一个 连续三个月的升幅 BDI就已经去到今天 升了接近四成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反映在23、4、3 股价身上 但是你看到23、4、3 去跟BDI走的 即是波罗的海的干产货指数去走的时候 它其实有点点杠杆放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就算是可以BDI再升 因为一些event driven的原因再升 我觉得它比较难去突破之前的位置 就是我们在7月份 曾经试过的接近2.6的位置 我觉得去到那些位置 就已经差不多了 至于你说其他的航运股 其实大行纷纷调低航运股目标价 都是一个月不够的事 因为去看回 譬如说东方海外 其实它在上半年的营运现金流 其实就已经跌了八成 是一个挺惊人的跌幅 我们都不会预计它在下半年 甚至在2024年会好得去哪里 因为现在就算中国 可以有多一些基建的需求 对航运的需求是增加了 但是欧美那边的本身的入口的需求 好像又没有之前估计得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觉得要分开看 2343你跟着BDI炒OK 其他航运股的话 如果你看回CCFI 我就觉得不太低炒了 OK 这要麻烦了一点 就是2343就是太平洋航运 其实摩通虽然下调过它的目标价 但是它继续给一个增持评级 其实它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你提到内地经济的因素 它说可以都继续受惠到 简单回答一下 你觉得这个因素 是不是还要等一等 未这么快做到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但是现在看到中国 是对各式各样的 大宗商品的需求和益团货 是越来越多 这个可能是帮到一点 OK 好了 唯有再等一等 你自己也感谢James的分析 我们先跟你谈多 刚才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一定没有 谢谢你 节目时间足够 多谢收睇